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有关整个电路的一些 物理量的一些定义 以及它的一些控制机制 我们先介绍第一个物理量就是电流 我们知道电流在电路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那个电流的产生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图 我们假设这边有一个导体 我们称为线性导体 我们把它画成圆柱形的 然后我们接上一个直流电源的时候 因为电源它本身有一个电位差 所以因为它是跟这个电源本身 跟这个导体本身是一个并连的关系 那因为接上去以后 因为并连的影响 所以造成导体的两端 也出现了一个电位差 那有了这个电位差以后 它立刻里面在导体的内部 产生了一个均匀的电场 那这个电场就会对导体里面的 自由电子产生作用力 产生这个静电力 那强迫这些自由电子呢 就往电场的反方向移动 那这些自由电子离开了以后呢 这边就相当于是正电荷 往这个方向移动 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就称之为电流 那我们又如何来计算这个导线 包括导体 导线是指这个 这个部分 除了导体以外的这个线路的部分呢 我们称为导线 它的电流如何来定义 就是导线上任何一个截面 包括导体也是在里面 因为不可能说导体没有电流 导线有电流嘛 这个电荷移动的现象 我们就称之为电流 但是因为以前的物理学家呢 他把电流把它定成说 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就是电流的方向 所以正电荷呢 简单一点讲 就是电流的方向 永远都是从高电位到低电位 那因为负电荷移开以后 这边就相当于是带正电荷 所以负电荷往左的话 就等于是正电荷往右 所以电流的方向 是从这个过来了 那它的定义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导线或者导体呢 任何一个截面的 这些电荷的流动率 什么叫做流动率呢 流动的速率 所以我们把这些正电荷 它的带电量 除上这个时间 这个就是流动率的意思 那这些Q呢 就是代表通过这个截面 任何一个截面 这些带这个正电荷的 这个总带电量 比如说有十个的话 那一个的话是带1.6乘上10的 负19磁房固轮 这个是它的总带电量 除上时间 就是在这个任何一个截面里面 所包含的这些正电荷的 总带电量 这是流动率的意思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 它的公式 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我们在这个I呢 当然就是代表电流 就是通过这个导体 或者是导线任何一个截面的电流 那这个ΔQ呢 就是代表它的这些 正电荷的它的总带电量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N呢 N是代表电荷的数目 那一个正电荷的带电量 是1.6乘上10的 负19磁房固轮 所以它的变成说 任何一个截面上面的 这些正电荷的总带电量 除上时间 那这个实电单位呢是秒 我们以秒当作它的一个单位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 所谓的流动率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假设有一个平行板的电容器 两个金属板互相平行 然后呢 我们可能在一端呢 接上一个电源 一个直流电源 所以它里面产生一个电厂 这个电源的电厂呢 会把这个金属板 上面的自由电子呢 把它移过去 带过去 那这是一个粗的导线 那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自由电子 往这边移动 那所以就产生了 所谓的电流 因为自由电子 往左边移动呢 就等于电流是往右边 那假设我们测出来的 这个电流呢 是1.6安培 那他就问你说 有多少个自由电子呢 往这个方向移动 那其实那个电荷量呢 电荷的数目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是 正电荷的数目 因为自由电子 往左边移动呢 就相当于是正电荷 往右边移动 所以我们一起 刚刚的公式来计算呢 这个1.6的电流呢 就相当于是n 这个n就是电荷的数目 乘上1.6 乘上10的负19之方 好 那这个时间呢 当然是1秒钟 那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n呢 就是相当于 就是n这个n 很明显的 它就是等于10的多少 19之方 好 所以这是很容易计算的 好 那有关这个电流的定义 以及它的一些 注意事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您好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